我父親出發點其實是很單純的 能夠打動他就是機緣跟巧合 有些東西是強求不得的 父親當初來香港出差的時候 這麼巧,叔父比來到了香港 他覺得說這麼新鮮的東西他從來沒有看到過 也不知道有拍賣這件事情 一走到了這個環境 肅然起敬 原來中國的古物藝術境界是這麼高的 他發現很多東西在年少的時候 在胡慧城胡老先生的家裡 有看到這麼美的東西 他覺得說,哇,這個是可以值得我來學習 來揣摩的 每一次我看他在翻什麼書 都是跟古物文物收藏有關係的 這一次專拍裡面有一件他非常非常喜愛的 一個很小很小的迷你 雍正的、胭脂紅的高竹杯 我父親每次拿到這個的時候 他就說,當初是什麼樣的手 才可以胚胎呢? 胚到這麼小一樣東西 是不是找了一個五歲的小女生來做 否則的話怎麼會做得到 他有這種好奇心 對他來講說,任何東西能夠打動他 他都會喜歡 他都說,不要把收藏當作一個病態 並不只是說這值多少錢 要升華到啟發更多的人 收,但不藏 收,但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讓我們中國人了解 我們這麼優異的藝術文化 我們可以不但自豪 而且希望能夠傳承下去 1981年看到了一副張大謙的《龍女禮佛》 用這麼細的筆錄 畫的人物很生動以外 這個顏色簡直是鮮豔的不可思議 比夕陽的油畫還要漂亮 我父親覺得很震動 所以他花了超過預估的三倍的價錢 買了這一幅畫 有幸買到,這就是緣分 這張是父親的照片 是1981年5月的時候 搞不好就在這一場 拍到了張大謙大師的《龍女禮佛》那幅畫 他可以把這一個拍賣場裡面 當時發生的所有的故事 他都記得起來 對他來講並不只是一個物件而已 而是這個收藏的里程 我父親認為 收藏其實是對於歷史的尊敬跟見證 舒富比來了亞洲50年 我父親就跟著舒富比這麼多年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委託 舒富比來做父親的專場的拍賣 也是希望紀念父親跟舒富比之間的 這麼長遠的交流 我們希望下一個有緣人 也能夠用這個當作一個歷程 一個心路 一個緣分裡